不过日期复制过去的话好像有一个问题 什么问题我执行给各位看一下 因为刚刚有一个同学还蛮细心的 我执行这一段 那你会发现他就是怎么样 很快速的帮我把里面所有的下一个日期 复制到上一个日期 然后再把它更改它的格式 那很快的每三个就通通完成这件事情 那理论上看起来好像也没什么错误 不过后来我同学比较细心 他就往下找1987654321 2019嘛 那底下应该再来的话应该是2019完之后 应该是2018了 不过你会发现 他我刚刚也在发现这个问题 这个地方的话呢 扣过来奇怪怎么还是2019年的12月28 不对应该是2018才对 所以底下应该2017 2016 可是问题你会发现底下好像会存在一个问题 什么问题呢 就是说呢 他底下的这个储存格好像只有记载的是月跟日 年的部分他好像自动全部都2019 所以如果把它抠上去的话 那变成没他这个地方会有个问题 就是说他全部都是以2019年当成是他的年份 那就不对了 比如说底下2018也是2019 2017也是2019 那就不对了 OK应该可以知道这个问题吧 那可是问题来了 像这种问题发生的话 要怎么样让他变成 就是不要发生这个问题 要把它解决啦 OK 说他怎么解决 所以其实跟各位讲 刚刚那三段程式 其实都是我自己想出来的 也就是说你今天要解决一个问题 你就要想办法把那个对应的程式写出来 那才是我们要做的事情 那现在工作里面呢 主要就很缺这样的人才 为什么 因为他可以很快的把一件事情 用自动化的手段 不是用人工的手段 把它全部完成 那这样的好处就是 以后这件事情 如果程式写出来 那就再来就不用重复做了 也就是这个人力需求 就不需要不存在了 那相对的话 这个人就可以去做别的事情了 所以这样的好处就怎么样 人力大大减少 然后怎么样呢 你就可以效率就提高了 那其实跟各位讲 我一直好像跟各位常常讲到一件事就是 其实一个企业 能不能跟其他企业竞争 效率非常重要 因为你效率差的话 所以你竞争不过别人 第二个的话呢 人事成本是企业里面 应该是这个最负担最大的 所以如果说能够少请一个人的话 公司应该会省很多成本 所以这个大家跟各位讲 如果你会这方面的 当然相对的话 你会相对 所以要怎么解决这个问题 那我刚刚想了一个方法 像比如说像这个地方 我要如何解决 跟各位讲一下 理论上呢 我的习惯是这样 像比如说我遇到这个问题 要同学问 那比如说我要解决怎么办 我的习惯就是针对这个地方 先加一个中断点 然后想想看 有没有什么方式 去解决这个问题 不过我第一个想到说 那不如就什么 把这边的日期 这边呢 跟什么呢 跟上面的这个 我再把它恢复好了 这个应该里面是原来2019 把它改回来2019 OK 好 原来2019 我改回来 它变 那把这个格式再恢复好了 它原来应该是到通用格式 也就把这个2019 跟这个的什么呢 后面应该是把 它的后面的这些 有没有 前面这个不要 我要留下什么呢 斜线 月跟日 然后跟这个2019怎么样 全再串在一起 有没有 把这个跟这个串一起的话 那这个问题就解决了嘛 可是问题要怎么做到 OK 所以记得 以后如果说可以的话 你就要能够把这东西变出来 那你的问题就解决了 那不是的话 变成你就是 要土法链钢了 土法链钢当然就 像这个问题 如果不会土法链钢 哇 天哪 那真的也是蛮麻烦的 可能要做到下班都做不完 OK 所以怎么做呢 跟各位讲一下 我的解法 一 我想说 怎么串 其实我们如果不会 其实底下这一行 应该就不用了 不用的话 你可以先前面加个单以后 表示先不要删掉 先注解掉 然后我的想法 应该是 可以把什么呢 把这个储存格本身的 里面资料 跟后面的储存格 串在一起 所以把自己本身 串在里面 所以它怎么 把这个复制过来 OK 然后呢 and 控一格 and 好 那串的话呢 你会发现 大家如果你现在串在一起的话 结果 over ok 它实际上就串完之后 再丢回来 那我们跑一下 给各位看一下 执行 它会 这个中断就停在这里 那中断点的好处 就是说 我可以先把程式 停下来 然后按F8 F8是说 我执行看看 这执行看看 对不对 因为我不确定说 这样的结果 串完的结果 会不会是我要的 不过你 其实大家另外一个方法 你可以选取 它也会 2019 2019 我如果按F8 也可以看到 你会发 它就是什么 把两个的结果 串完 丢到这边来 不过显然的 这个结果不是我们要的 我们要的是 要把它原来的年 给去掉 那就ok 所以这边的话 做法 我再把这个改回来 这个原来2019 2019 这个如果 delete的掉 恢复 那如果说 我这个程式 其实可以倒带 它可以把它拉回来 重新 那应该怎么做呢 应该就是 把它原来2019 串 那个它后面的东西 后面东西的话 就是什么 就是斜线 1 2 斜线 3 有没有 那这个要怎么串 基本上 前面不要 要后面 所有的话 这个我记得 好像我们前面 有用过一个函数 叫做mid 你可以用mid mid是说 我要从中间取文字 取这个文字 逗点 后面的话呢 它会 这个文字是2019的 好像是12月3号 那可是我要什么 我要从那个斜线开始 我要斜线开始 2019 不要 从斜线开始 那斜线的话呢 这里面的资料 然后它就第五个字 2019斜线 斜线我要 所以第五个字 逗点 后面的字 LAX就是你要几个字 那我要全部 所以我就输入99 99是什么意思呢 前面好像有用过 就是全部都要 OK 后瓜糊一下 那这样的结果的话 就是 帮我把 这里面的字 的第五个字 以后的字都要 然后跟原来的2019 帮我串在一起 丢到哪里 丢到前面去的意思 就把它串完之后 再丢到前面去 看一下结果 OK 按F8 OK 好 那你可以发现 这个时候 这个就是我们要的 刚好 所以后面斜线 这个12月3号 其实就用MID 的方式去切割 第五个字